为什么至尊古一明明在天台抵抗 也不愿加入复联初代六人组 共同抵抗齐塔瑞机械大军 这可能是漫威最难解释的bug 据我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第一至尊古一有着明确的原则 那就是守护时间宝石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并且至尊古一的主要任务是 抵抗黑暗领主多麻木入侵地球 而不是在这里小打小闹 所以至尊古一压根就没有把洛基这种级别的反派放在心上 关键是第二点 至尊古一作为漫威宇宙最强大的魔法司 拥有时间保持的加持可以预知未来 因此古一很清楚复联六人组 肯定会战胜齐塔瑞机械大军 所以只是在楼顶随意的抵抗 假如洛基真的拥有毁灭地球的战力 至尊古一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肯定会主动出击 第三点备受争议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古一究竟算不算复仇者 据漫画介绍 至尊古一其实属于初代复仇者联盟的成员 初代黑豹 初代凤凰女 初代铁拳 初代恶灵骑士 还有众神之父奥丁共同组建史前复仇者 至尊古一的战力和奥丁属于同一个级别 按照备份来算的话 毕竟在古一的眼中 这些超级英雄都是晚辈 所以自然不会加入现在的复联小队 虽然没有看不起初代复联六人组的意思 但是高手是不会主动拉低自己的身份 下面咱们理性探讨一个问题 至尊法司古一有什么资格 能成为漫威宇宙最强大的魔法司 在影视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至尊古一怎么会被多麻木的使徒给捅了 按照这个战力 至尊古一有什么资格抵抗多麻木 看看老铁的神评论 多麻木我是来谈判的 不是来打架的 更不能理解的是 古一说奇异博士的实力和潜力在自己自上 可奇异博士在复联三的实际表现 被灭霸的手下黑药四将乌木猴 打得好还手之力 对上灭霸只能乖乖的交出时间宝石 老铁师傅注意到 当年我们首次看到雷神激活雷神之力 攻击穿越黑洞的奇塔瑞机械大军使 觉得场面很壮观 一把铁锤竟然可以这么牛叉 还有赫克变身的慢镜头 一拳只为硬当奇塔瑞机械毛虫虫 但是看了复联四之后才发现 以前的战斗场面跟复联四比较起来 真是小屋见大屋 尤其是在天台抵抗的至尊法司古一 和复联四觉醒混沌魔法的 匪红女巫比较起来 好像差得太远 我个人觉得漫威真正的至尊法司 应该是匪红女巫 对此老铁怎么看 有不同看法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本视频仅代表个人的观点